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民進黨是不是總是換個時空 就換個說法 其實曾經說過水晴文 又改口的不只是美花部長 還包含了高雄市長陳其邁 其實他在3月17號的時候 曾經有講過 像企業界喊話說 高雄的供水用電是無餘 然後在2月份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視察過之後 3月份做出了這樣的說法 但是現在最新的消息是說 高雄地區4月1號開始 要全天的減壓供水洗車 連游泳池都要節水10% 這真的是供水無餘嗎 還是10天前的話 現在10天後 也跟網美話一樣 就是10天後 我又自己打臉了 我自己10天前的說法 現在高雄我們看到 這邊自來水要全日減壓供水 然後用水超過1000度 非工業的用水要節約10% 工業戶用水節約要7% 然後包含了這些泳池都要關閉 這不僅讓我們感覺 陳其邁你這個為什麼也會 跟美花姐一樣 跨時空打臉自己 10天前說安全無餘水情穩 但是10天之後 現在大家又要來承擔 你10天前的票票了嗎 其實高雄好像看起來 目前沒有做出任何的事情 但是台中 我們看到說這個盧秀燕 一直在跟中央講說 希望能夠增援進水設備 好 增援進水設備 增援了多少 我們來看到 這個QW的進水設備 一開始中央是給了一部15噸 這聽起來很多嗎 我們換算一下 一部15噸是大概多少 大概供7.5戶 整個台中你給一部15噸 然後只給7.5戶用水 這樣合理嗎 所以盧秀燕反應之後 好沒關係 我們再多給你一些 給你10部750噸 但是只夠75戶來使用 可是整個台中有多少人 92萬戶 92萬戶你給10部 這個QW的這樣有誠意嗎 那我們就來講到說 這個陳柏惟 現在陳柏惟就說 守住柏惟就是守住台灣 請問這個水情 陳柏惟有沒有守住 我們看到他在臉書上面 是趕快貼了一張 臨時供水車的資訊 除此之外 好像沒有任何其他的作為 但是其他的部分 他是趕快也要刷一些存在感 我們看到說這邊 守住台灣就是守住陳柏惟 但是這個激進黨成立的 這個挺Q護台小組之餘 他還是不忘要趕快講一下說 其實他整個心 我覺得坦白說 他還是擔心自己被罷免 水情也許沒那麼重要 被罷免這事情才大 他就在那邊暗示說 好像有這個暗黑勢力出手 來參與到這個罷免 有些地方媽媽是因為不敵這些暗黑勢力 是不是在說黑社會呢 還是在暗示嚴家呢 這個我們先問一下 梁蓋森 我梁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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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麼人 如果說人家是黑社會就對了 他就選不得了 他在選舉的時候 怎麼把人家簽票拚上 拚上跟沒有一個票 沒有人去跟他擔一問 這樣說那個黑社會算 這樣擔過票算落差了 漏開了 沒中民 在選舉的時候我們有去我們知道 他是整個選舉裡面 我們不錯的這個少年傢 他覺得反映這個問題害羞 搶到大家覺得不錯 不錯我就說 後面你就隨便好好做 好好做 人家就能看出你是不是有什麼 跟鄉親做的 因為他是外地來的 外地來的人 人家要選出人董 你就是只有好好表現 你今天等下人生沒意義 今天大郎地區這些鄉親 保險是他們的管理 但是反保險 要選出你繼續留在國會 是你的管理 跟這個政黨的管理 所以這是給他自然去發展 我們不必要去評論這個 現在你說路修園做市長 我評論他算在幫他 因為他很多機會都說 說他台語說得很好 我說我講的台語 這個剛好就好 聽你們觀眾朋友你們聽就好 我當然我記得他幾歲了 人是英雄出少年對不對 今天欠水政府 你說這個Qwater這罐水 我說陳柏惟裡面差不多 台東市長三倍以上 為什麼 因為經濟部上面下來 他會聽立法委員的 台語政府出來有主委 所以路市長有說 他會盡量在國區的這個店裡面 提供讓萬一的寒水 讓我們的市民 可以出水方便 我就能說 丹基麥在高雄市 這樣做不好 因為他說沒關係 這樣就不會欠水 現在欠水知道嗎 他現在說的差不多 不能拐 因為他叫中央騙了 中央說不會欠水 被美花解片 所以就變這樣 所以你要看說一個政府 我們的政府在幾年 幾年我們都說會欠水 大家都說會欠水 為什麼 我想六關的 就是說因為七八月沒有紅胎 到月 我們到十月還有紅胎 好 結果沒有 我們就知道 皮要弄好 沒關係 要怎樣 面對水的問題 今年春雨 我跟他說我台南市 剛才落兩日 落一千半而已 我知道人家一個工廳 在做跟我說 他落花這樣落要怎麼下 結果剛才落一日 一天很久很久 就這樣春雨 所以說沒什麼花 剛才沾沾而已 到後面來就是當機台媒婦 所以政府的政府都在等 等天 但你人沒這麼有體力 天才會這麼有戈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再記台了 自救 自在台灣的水族圓 在緊張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緊急的應變 那是你政府應該做的 貴雄哥 我保重 因為蔡總統他高票連任之後 基本上他就已經是 沒有連任壓力 他就是在擺爛 所以我們的F51掉下來 3月22發生這個事故 他3月24才去慰問家屬 如果下個月要投票 台中跟苗栗會獻水嗎 我笑他不敢 如果今天高雄市長是韓國瑜 台南市長是謝龍介 我跟你講一定是高雄台南 先獻水 開話 謝龍介每天跟我們走 你做台南市長給你死 韓國瑜你要在高雄 我就先停高雄 你管我 這個我跟你講 有政府會做事是騙人的 我們是有政府會騙人的 你看這個激進黨的朋友 他說陳柏惟是抗中第一品牌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品牌 這簡直莫名其妙 因為激進黨他只有這個立委 所以他全黨在救這個陳柏惟 他說剛剛翟軒你好 手下陳柏惟就是手下台灣 陳柏惟是113個立委之一 他沒有那麼偉大 不要在那邊鬼扯什麼 就是手下陳柏惟就是手下台灣 你要笑死人 他講萊豬能源就是那個藻礁 還有3Q 是國民黨滅台三部曲 我每天都在罵國民黨 國民黨什麼時候變成這樣 我都不知道 民進黨完全執政 國民黨要如何滅台 是民進黨都在睡 民進黨在執政 然後國民黨滅台 激進黨在旁邊看 這簡直莫名其妙 激進黨是不是挺萊豬 陳柏惟是不是挺萊豬 一句話 不用聽說有話沒話 你是不是挺萊豬 講一句話就好了 你在立法院跟民進黨 一搭一唱 國民黨在反萊豬 你在跟國民黨在五四三 說我要一個打三十五個 為什麼不能罷免你 罷免你跟抗中寶台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你做得不好 你網路聲量很高 大部分是負面的聲量 一定要把陳柏惟給拉下來 最後一分鐘給文三柏 這還有一個政治人物 做一個喜歡 當時我也在說 你女兒如果放肥腸 這大正用家這句 我們女兒如果放肥腸 這做人真的不可以兩顆標準 這個政府已經破片 他們去的社會對立 社會對立的不信義不多 不是我們今天 不是我們今天主觀議席 是你們根本照樣說 就不照樣 對 選前三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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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直在法令中 這個事情是一直在發生中 但是我有一點 要幫助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實體沒有輸可 如果你們實體 如果要給他 既定真的賣 要多一項一項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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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你本身沒有輸可的能力 你不會是說 我們今天所有的來賓 這裡說這些事情 這都是屬性 如果沒有 他們真的會害怕 對 你曾傳播會說 有什麼事 人也沒有事情 你曾王媛媛說 現在有說 有言論免責權 沒有 應該是沒有吧 沒有 前幾次有言論免責權嗎 應該沒有吧 沒有 但是他們說的 前年幾年而已 宣言免就死了 還有疫苗這個事件 假買的錢是不是屬性 有期待 我們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真相調查委員 差出很像 有八歲就請坐 八歲才會追隨